好 剛剛我們把這個程式寫好之後呢 現在就來寫 那個硬體裝完了 我們先從左手邊 左手邊喔 你可以看到 這左手邊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目錄 一個目錄 所以如果你跟開發板關的 我點到開發板 有沒有他的積木就跑出來 跟L1燈有關的 他就跑出來 好 那只有一個不會跑出來 就是麵包板 因為麵包板跟 只是做連線用的 跟這些沒有關係 所以 跟我們一般電腦開機一樣 你今天有了這些硬體 我們開機的時候 也不是直接 就進作為系統 對不對 手機也是一樣 他要先檢查 我的CPU 我的螢幕 我的記憶體 好不好OK 所以我們有什麼硬體 就先把那些硬體的機目 先抓出來 那你找到左手邊這裡 開發板 我們有一個開發板 你把這個機目往外拉 有沒有這樣就出來了 可是你要先決定一下 我們這個開發板 現在用的叫做Smart 好 有沒有 第二個 我要先透過模擬器 我們先透過模擬器 使用模擬器 然後連接過去 好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有一個LED燈 所以我找到LED燈 那在WebDuno的這個概念裡面 所有的機目 通常第一顆 就是設定角位用的 就是這裡的類別裡面 每個類別的第一個 通常都是 就是紫色的 那你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把第一個先拿出來 我們剛剛LED燈 有沒有接在05的這個角位 所以這個角位 你一定要跟它講 正確 不然的話 硬體跟軟體不一樣 你抱歉就對不起來 好 這樣子我們就準備好了 你看 我有一顆LED燈 也有一個開發板 是不是兩個機目都有了 那我現在就能夠來控制它 那怎麼控制呢 一樣 找LED燈這個類別 有沒有一個閃爍0.5 這樣 第四顆 第四顆 我把它拿出來 接進去就好了 好的 程式起來完了 真的 要怎麼執行 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 YouTube那個 Play 按下去 你的程式就Play啦 來我們來看看 你們家的燈會不會亮了 假的喔 現在是玩假的喔 哈哈 假的是不是會亮的 對不對 那一樣的 你要停止 就把它停止下來 剛剛呢 老師這樣寫完之後 你就已經寫了好幾樣的程式 你怎麼知道程式在哪裡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Java Sweeper 有沒有 你把它按一下 您剛剛寫的就是這些程式 透過機目產生的 那你寫完了 看完了 你可以再按左手邊這個機目 左手邊這個機目按一下 是不是又回來了 好 那既然假的會亮的 可不可以完真的 當然可以啊 所以 麻煩老師 您回到簡報第一頁 簡報第一頁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這個 資訊表 對不對 您去對一下 看看您的號碼是哪一個 看是哪一個 就把它對過來 像我的 是68號 所以我就是後面這個 這個號碼 叫做Device SID 這個號碼 老師要注意一下 有分大小型 有分大小型 所以 如果可以 你就直接複製啦 但是 你們如果沒有全線 現在是不能複製對不對 就變成你用打的 用打的 那要打在哪裡呢 我們先看一下喔 我偷懶一下 我先把這畫面抓下來 好 這樣 我偷偷在這裡對應 可以嗎 呵呵 您看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一個閃電 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閃電 你把它按下去 你就把上面那個號碼 打進去 記得有分大小寫喔 好 打進去之後呢 老師您的設備 您可以先插電齁 先插電 你一開始打進去的話 它應該是紅色的 那你現在插電完 等到它連線成功 它應該會變後面 這裡 有沒有變綠色的 有變綠色就攻擊你 你現在設備已經連到網路上了 這樣你就可以真的跟它做控制 紅色的就表示 這個連線還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要做這樣的 硬體控制的時候 會有兩個層次要解決 一個就是什麼 這個硬體有沒有問題 第二個是軟體 層次寫的有沒有問題 所以從右上角這個閃電 我們可以先確認 裝置是OK的 這樣可以嗎 好 如果沒有問題 你把這個複製下來 不要再打一次了 兜兜兩下 有沒有 你在這個地方 就兜兜兩下 按右鍵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好了 請你把它放到 我們模擬器 不是那個 開外板積木 本來不是有一個 1234嗎 對不對 你把這個地方把它貼上去 但是你要告訴它 這次我要玩真的喔 我不是要玩假的 我把模擬器的喔 我要透過Wi-Fi 真正來控制我的燈 按下去 OK 這樣子 我們play一下 您看看真的會不會亮 您看我的真的有沒有開始亮了 也沒有一模一樣 也沒有一模一樣 所以 假的玩久的就變真的嗎 真假的都會亮的 所以這個是Web Arduino 它比較有趣的地方 因為你會覺得說 原來我要控制它 玩假的也可以 你如果裝Arduino 這邊你可能就要先 有一些電阻的概念 那些電阻要設多大 要先接進來 可是Web Arduino 這一塊 目前是不需要 特別做這個動作 這樣有沒有成功